詞曲 李宗盛 馬祖 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地方 一個未曾謀面的家鄉 常聽爸爸說 年輕時為了打拼 離開爺爺奶奶 離開了美麗的家鄉來到台灣 在台灣工作了這麼久 結了婚成了家 卻因為當時馬祖特殊的地理位置 只能偶爾回老家一趟 直到我出生前幾年 爺爺奶奶過世 爸爸就再也沒有回去過了 從我小時候 就常聽爸爸說起馬祖的事 雖然很久沒回去了 但是他依然惦記著 他心裡那座充滿回憶的島嶼 從來沒有來過馬祖的我 現在踏上了爺爺的家鄉 爸爸的老家 眼前的一切 是那麼的素昧平生 但是透過爸爸的敘述 但是透過爸爸的敘述 畫面卻又歷歷在目 腦海裡 盤旋著爸爸對家鄉點點滴滴的思念 我彷彿走進了爸爸的回憶 走過了他曾赤腳跑過的這片土地 看到了大海 想起爸爸曾說過 爺爺也是漁夫 不怕風吹日曬 天天出海去捕魚 相傳 媽祖總是會守護著出海的人 平安歸來 所以爸爸說 爺爺每次出海捕魚 奶奶總是會到媽祖廟裡 爺爺平安回來 所有媽祖人們也都深信如此 可以得到媽祖的庇護 保佑在海上的親人們平安順利 聽著爸爸的故事 問著爸爸的故鄉 唯一不同的是 石板路上留下的是 我的足跡與新的記憶 隨便與新的記憶 詞人們的故事 和旅行的進行 和旅行的使用 和旅行的發展 有幾乎的故事 學習的故事 在被歲月侵蝕的道路,街坊口耳交錯間的尋覓,都只為了返回那訴說中的故鄉 天真的爸爸也說,當時年幼的他,都會去海邊採一些貝殼,送給媽祖當作禮物 希望能讓爺爺平安回來,而這些貝殼,都被爸爸埋在老家門前的石牆邊 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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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这么久 这些约定依然像当初一样 守护着这些出海的游能 守护着我们的家 守护着马祖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